我都迷惘 尽看你脸庞 如何解释 一年的今生遗忘 在每一天 已经不看得见 你眼里藏着不知心间的谎 不知心间的谎 像是初见 又像是意愿 请你相信我的爱 又怎无间 再看一眼 就闭上眼 学着回到最初的世界 别说 我们渐行渐渐 渐渐 像是海那一边 任那往日都成碎片 遗忘 不变性也不情愿 一整天又一遍 再见不见 又默默说几遍 花旗已经被错过 期待也该 再看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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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沛 你真的很动脑筋啊 以你的工作经验来说 你应该对企业的理解 不会这么深刻 但是你有没有考虑到 经过投资者的溢价之后 你还剩下多少股份 我跟老谭的加起来 应该是百分之十一 那我个人应该只有百分之六 我觉得既然这么少 你倒不如把所有的股份都卖掉 再令其不早 我也这么想过 但是按照惯例 他们在一定的时间之内 不会让我做同样的行业 小沛 我不知道公司还可以维持多久 但是我有一个很自私的想法 不知道你接不接受 什么 我想 你应该是 等法庭调查出死因 就可以回国了 可是 我希望你能 多留一段时间帮帮我 做我的 个人特别秘书 我也知道 这段日子 你受到很多流言的困扰 但是 我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我不知道 我会知道你愿不愿意 你不必说了 李董 我不急着回国 如果你需要我帮忙的话 我一定会帮你 但是 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以后不许再说悲观的话 红光 红光能做多久 就做多久 要是实在不行了 那才放弃 因此从今天开始 红光不只是你一个人的心血了 好 那我立即做人事调动 你现在去整理一下你的东西 马上搬到我的办公室来 搬 这 你还在犹豫什么 快去啊 好 徐助理 恭喜你啊 没想到这么快 你就成为李董的个人秘书了 以后你在李董面前 可得为我多美言几句啊 去 Moi 你抢了荣芳也就罢了 现在你连我最心爱的小佩都不放过 谁 喂 喂 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 我这不是来接了吗 已经刚才来电话 说他晚上要请人吃饭 叫我一块去 我正在化妆呢 化吧 你就慢慢化吧 我就从来没见过你这么磨磨蹭蹭的女人 你怎么了 吃枪药了 我真是被你这个笨女人给气死了 你知不知道李俊跟谁在一起 你又知不知道他今天叫你一起吃饭 又是请谁 干什么 我怎么知道 他也没跟我说 我告诉你 李俊他从今天中午开始就跟那个徐永沛一起 请请我我一块吃饭 下午两个人又躲在房间里 一个下午都没出来 还吩咐说 叫人不要打扰他们 那又怎么样 他们在谈公事吧 谈公事 谈什么公事 徐永沛算个什么角色 谈公事轮得上跟他谈 更离谱的是 你老公今天下午竟然宣布了 让徐永沛做他的个人秘书 连办公事都搬到一块去了 要不是我告诉你 你现在还蒙在鼓里呢 其实呢 我觉得难得 是啊 是这 顾先生 唐警官 这么巧啊 是啊 咱们这人有缘 你又在忙什么呢 忙什么啊 是你们厂的案子啊 这不是刚从你们厂里出来吗 我打算呢 抓到梁提盛以后 就可以结案了 对对对 这个人应该抓 留着他太危险了 抓到他以后 一定告诉我一声 没问题 好 那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好啊 拜拜 唐警官 老板 改天我请你吃饭吧 好啊 拜拜 喂 你搞什么鬼啊 你为什么告诉他抓到梁提盛就可以结案呢 你自己不是觉得他有一点的吗 你居然还答应他吃饭 是啊 我看你真是昏头了 到哪里去 回警局 你不要坐车了 我走路啊 来 嘛 唐先生 为了 要吗 娘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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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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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是丢尽了脸 刘嫂 你让阿坤找什么工作 我从前的一个姐妹 介绍阿坤去做一份工厂的杂役 你说他出了这工作还能干什么 他还嫌丢脸 阿坤 你不会连这个工作都做不来吧 林医生 我还真的是不想去 你说就凭我阿坤 我也不能干这么低下的工作吧 你说什么 那你明天就去试试 找份银行经理的工作看看去吧 妈 你别挖苦我了嘛 银行经理我可做不来 我在公司做个杂役总可以了吧 再怎么说 我还上过中学呢 可就是没人请我 对了 人家有没有说什么原因不请你 唐先生 没说 还没说呢 不说也知道 是不是嫌你以前的底子不干净 妈呀 您这是什么意思吗 哪有人这么说自己儿子的 阿坤 你那工作到底是什么性质呢 怎么有案底就不行呢 他们说就要跑跑银行 然后 然后 所以 我 他们这么快就能查出你有案底了 那 那倒也不是 是我自己填表的时候填进去的 你真够笨的 你自己不填他们能够去查吗 你以为他们真请你当银行经理啊 我填表的时候看见我这一栏码码 所以我就 不过当时警察说我没事了 再说了 犯过一次事 就一辈子都是罪犯啊 阿坤啊 没有关系 你要是愿意干呢 我明天在医院里给你安排个工作 林医生 那不行 医院的事我可做不来 又不是让你去当医生 干杂活总可以吧 林医生 也不是说我做不来 我听说医院的杂役 要搬死尸 我害怕 阿坤 我倒是有工作你能干 是不是给你当司机 当司机 不行不行 大可不行 人家小富做得好好的 你不要瞎想 妈 你以为我是让唐先生把小富炒鱿鱼了 来请我 我可没那么不上道 妈 你又不是不知道 唐先生家有那么多的好汽车 多请一个司机也不算过分吗 妈 请司机干什么用 家里车再多 要出去也不过做一辆车吗 阿坤 不要那么没出息 我要你到我公司里做 到你公司 我公司的快递部门想请个人做一般的文书工作 一般的文书工作 唐先生 我怕我真的做不来 文书工作之外 公司有时候有一些现金会出出进进的 你要送到银行去 那不行 我肯定做不来的 唐先生 就是老爷 这个工作阿坤他做不来的 你说我在你家里头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阿坤的工作问题我从来都没有求过你 我就是怕这个孩子没有长性 到时候辜负了你的好意 阿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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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方面我一定会 唐先生 老爷 你给多少就是多少了 好 那我就照人事部门的规定给吧 多谢老爷 多谢老爷 这小子如果不好好干 我就不就宰了你 刘嫂 不需要宰了他 这小子我看得出来是不会走眼的 牛妹 要不要我给你安排一个工作 不不不 我想我就免了吧 我过自由自在的生活过惯了 你要让我做办公室我会闷死的 那我的原地掉头的 想都不要想 你们这帮人没事就好管着我 对了 小佩怎么今天没打电话了 她打了一个 说是晚上不回来吃饭了 她的老板黎先生和夫人呢 请她一起吃饭了 黎君两个人请的一起吃饭 谢谢啊 好 不客气 对不起啊 今天容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在酒店突然跟我说她头疼 真是失礼 我能理解 水土不服就头疼吧 我刚到马来西亚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只是我觉得她可能另有原因的 另有原因 你别忘了女人的直觉是很敏感的 我觉得她可能是误会我们俩了 应该不会吧 这 你千万别胡思乱想啊 我不是胡思乱想 那就这样吧 我先进去了 吃水果 给 小佩回来了 过来吃水果了 来来来来 这么热闹 小佩 见到黎君的老婆没有 没有 她今天不舒服所以没去 没去 那你吃饭了没有 我吃了和李董一起吃的饭 是黎君送你回来的 怎么不请她进来坐一会儿呢 她说已经太晚了 不好意思打扰你 所以改天再来拜访你 小佩 要不要我给你弄点吃的 不用了 六嫂 我吃的很饱了 谢谢啊 我不跟你们谈了 我这里还有许多账需要看的 我先走了 别搞得太晚了 我看你眼睛都睁不开了 知道了 这个小姑娘还真能干 一个人可以顶十个人用 这跟唐汉文有什么两样 工作狂 如果她能在公司里帮我 那就好了 是 可是我看她是不会放弃洪光的 你是说洪光还是说黎郡呢 老林啊 最近我觉得黎郡那好像有些麻烦 怎么 你听到什么消息 外头风言风语多得很 我得再找小猪回来好好查查这件事 好 顾先生 谢谢你的晚餐 好 别这么说 我应该谢你啊 唐警官 唐警官 恕我貌美 我想以后 你是不是可以多给我一些这样的机会啊 下一次呢 我请你啊 好 你啊 当年对汉文的妈妈也没有这么好过 你老小子啊 就怎么为老不尊啊 你们都在这里啊 看什么嘛 我长翅膀了吗 你长了翅膀还奇怪 还好看啊 汉文今天晚串女孩子 谈恋爱了吧 男朋友是谁啊 待会来给老爸见见哦 林伯伯 我老爸他是不是得了什么幻想症 哪里啊 汉文啊 您要是天天都是这个样子 我估计你老爸的心脏病不治也会好的 我上楼了 拜拜 你跟了我一个晚上啊 我跟你们上次约会难道也有错吗 老公 你累坏了吧 这几天你都在忙些什么 我还能忙什么 上班啊 我怎么听说 你关起门来在办公室 跟那个徐小姐聊了一整天 有那么多话可说吗 你听谁说的 你不要屋中生有好不好 屋中生有 那你紧张什么 容容 你不要听那些小道消息好不好 人家徐小姐救了我 她在帮我很大的忙 我们一直都没有正式的机会来谢谢她 今天晚上好不容易找了个机会能请她吃晚饭 大家碰碰面 有什么问题不解自通 结果你又说你头疼 这算什么吗 那就是说这是真的了 什么真的 你让她当你的私人秘书了 是有这么回事 因为她做出了一个非常杰出的财务计划 本来我想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再告诉你 李俊 我早就跟你说过让你辞掉她 你不但不听 你还让她当你的什么私人秘书 你这不是诚心的气我吗 这下你们好了可以进水楼台了 李俊 你在说什么 你胡说什么 我每天都已经够烦了 在办公室里待了一天 不要没事找事好不好 李俊 我告诉你 我恨你 我真后悔没让我唐哥杀了你 杀掉你们这些狗男女 我要是杀人 我先杀了他 你胡说什么 我恨你 我恨你 为了这个贱女人 你竟然打我 容若 容若 容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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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忠啊 不好意思啊 这么晚了打电话给你 是容芳 我跟她吵架了 我 我 我动手了 我动手打了她 是 我知道 可是我最近 我最近的精神我都快崩溃了 她已经跑了 我找不到她 你能帮我找找她吗 好的 我知道 好 你老公让我来找你啊 让她去死吧 你舍她呀 别挨得气了 回去吧 我要跟她离婚 我不能忍受她跟那个女人在一起 你现在跟她谈离婚 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目前公司状况不佳 如果在短时间之内 筹不出一笔资金的话 公司可能就要垮了 在这个结果眼上 你跟她谈离婚 将会是人才两空了 你什么意思 我觉得 还是等公司运转好以后 再跟她谈 到那个时候 如果她同意跟你离婚的话 你也会得到一笔 可观的赞养费 这样的话 总会好过我 为什么 自从那个徐小姐 到公司以后跟她在一起 公司有很多账目上的细节 都不让我过问 直接就跟那个徐小姐做了决策 我现在真是不知道 我这个顾总 在公司里面是个什么地位 徒有虚名 所以 我还得等 等什么 等公司运营好转以后 我就主动递上辞成 如果能拿到一笔钱的话 我还是想出来创业 我不愿意再做她手下的一条狗 任她回来换去 如荒 有时候 该忍就得忍啊 荣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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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你知道吗 我找了你一个晚上 我找得好辛苦 我真的好担心 我怕你出事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以后我再也不打你了 你原谅我好吗 去 去嘛 去嘛 我不希望我一定一丝权都会赢了 你总跟着我什么意思 我 我跟谁交往是我的事情 我告诉你 这个案子根本就不该怀疑人家 更不该跟踪人家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难道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呢 我一直都很喜欢你 我不希望你受到伤害 你懂不懂 好了 不要说了 梁天盛 有消息吗 还没有 你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梁天盛身上 而不是我 你明知道 你明知道麦天盛脾气不好 也不给他说一点好听的 我不会说什么好听的 我只是为他好 我昨天晚上一接到你的电话 我就怎么也睡不着觉了 我还以为你又让我给你盯什么大人物 没想今天早上一谈 我总算一块石头落地了 这次的任务非常容易办 容易办 那办得怎么样了 唐先生 任务完成了 您是自己看 还是我做个口头报告 你这个报告如果不是很复杂的话 就口述吧 黎俊 黎俊 中国青岛人 二十一岁时随父母移居海外 童年获得麻省理工大学MIT的奖学金 二十五岁就以计算机工程硕士资格毕业 这一大工厂 小朱 你就这么点功课就算完成任务了 不不不 如果我只有这么一点点信息 我都不敢来见各位 黎俊的公司生意是越做越好 前年台湾的地震又大大的帮了他一把 因为台湾的计算机工业区新竹由于电力不足 几家大的企业都没法生产 而这个时候计算机内存是供不应求 黎俊就在这个时候刚刚开始生产计算机内存 就因此接了一大批订单 打下计算机业的一片江山 于是他就来马来西亚开厂 生产计算机内存跟主板 听到年鉴不够用了 就把台湾年鉴搬出来了 我猜接下来就是马来西亚年鉴 唐先生接下来就是主系了 最近刘荣芳的唐哥到马来西亚当厂长 他勾结了一个姓吴的经理 把一批过了时的CPU改头换面装配了一批 发到了美国去 后来被美国发现了 要求全部退货 这样呢 就耽误了圣诞节的商业季度 美国控告要求赔偿经济损失 赔多少钱 三千七百万美金呢 三千七百万美金呢 这一船不要紧 银行首先逼仓 还有那些供货商们明明不到交货日期 可是他们紧张啊非要逼着付款 再加上前一阵出了点事情 中国大陆内部又不了解情况 传出来说黎俊跑掉了 这下子就更乱了 其实黎俊这时候正跟几个大财团 研究集资的事情 但是啊 这狗下了水 还有不打落水狗的 都想占个便宜吗 那要我说了 这个洪光顶多还能挺一个月 哎 唐先生啊 你让我调查这些情况 是不是他求你了 以你在商的多年经验 我不说你也该激到 这个时候帮他可是很不聪明的事啊 小猪啊 这可真有你的啊 这么多的时间内找到这么多的情报啊 唐先生啊 上次那笔钱是太难赚了 我记得啊 我记得啊 这次你是故意让我赚一笔钱 补偿我的 小猪啊 要我说这个人啊 那是老奸巨华 他会那么做吗 大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我没有这个死老鬼说的那么差啊 我确实是需要这些情报啊 那我这钱赚的是太容易了 唐先生啊 您知不知道我这些信息是从哪里得来的 我的一个朋友在吉加集团 财务部做戏 当然这个人的名记我就不告诉你们了 吉加集团啊下属有个腾达电子厂 它是洪光在马来西亚的主要供货商 最近几天他们也在追货款 有可能要起诉他 唐先生啊 您说我这钱是不是您帮我赚来的 如果没有别的事情 那我就先告辞了 告辞了 好笑吗 好笑啊 我告诉你们要讲话啊 一个字都不许说 这件事你要是说出去 我就把你扔到海里去喂鲨鱼啊 我有点搞不明白 想请教一下总可以吧 闭上你的嘴再说话我就给你翻脸 哎呀 吉加集团啊 这个名字我听起来很耳熟的嘛 你真的不怕我给你翻脸啊 你每个星期跟我翻三次脸 我怕你翻吗 你手下的电子厂是黎俊的电子厂的债主啊 你派人去调查 冬瓜啊冬瓜 你真是老冬瓜啊 我怎么知道啊 我说你啊 一件有钱的生意就做啊 你吉加集团 那属下的公司有多少你知道吗 我都退休了 我怎么知道那么多啊 哎呀 你是运气好啊 人靠得住 要不然啊 你早完蛋了 这不叫运气好 是我的基本制度搞得好啊 原来你们两个在这儿呢 还什么国家大事呢 我们现在正在研究一个专门种冬瓜的农场 什么 马来西亚缺冬瓜吗 不缺 这里不就有一个大冬瓜吗 这么早就回来了 我来拿文件 早晨出去的时候我忘了 待会儿我还要回厂里呢 坐坐坐坐 我这好有事要问你啊 来 什么事啊 黎君这个人你看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啊 这个为人怎么样啊 办事能力啦 可靠程度啦 总之你有什么感觉就说好了 怎么说呢 那我不是在背后说人坏话吗 那怎么算是说人家坏话啊 想了解他一下啊 为什么突然想了解他呀 大家总算是朋友了 多了解一点不好啊 是这样 我想一想啊 嗯 其实他这人呢 挺好的 也是一个值得交的朋友 这办事能力嘛 也很高 但是他有一个缺点 就是他太依赖直觉 要是直觉错误的话 他就会做错事 啊 这至于可靠性 嗯 他是很高的 怎么样 满意了吗 我也觉得这个人蛮不错的 嗯 不错 黎君呢 要是没有老婆的话 给汉文安排一下 倒不错 汉文呢 他早就嫁给景局了 可惜他已经有老婆了 不然呢 给小佩提一提也是不错的吗 哦 林医生啊 你怎么也学着老冬瓜胡说八道了 好了 不跟你们说了 我要回厂里去了 哎 小佩啊 你早一点回来 六嫂给你准备了好吃的啊 好了 知道了 拜拜 老林呢 你帮帮忙不要那么多嘴好不好啊 你刚才把黎君和小佩拉到了一起 你没看见小佩的脸色和表情啊 没有啊 哎 怎么 太认真了 哎呀 我是开玩笑的嘛 哎 再说黎君结婚了 他已经有老婆了嘛 结婚还没多久啊 哎呦 不跟你讲话了 我看你是老糊涂了 哎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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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不用不用啊 徐小姐啊 你是做正经事的人 又是唐家的客人 我怎么能让你干这些杂事呢 六嫂啊 交我小佩就好了 其实啊我也不是什么交小姐 从小做事做惯了 哎 老爷啊 林医生啊 哎 哎 哎 小佩今天请你们李老板来我们这里吃顿饭好不好啊 今天啊 嗯 他肯定不行啊 工程有许多事情要忙啊 那倒也是啊 劫后余生一定很忙的啊 小佩啊 你告诉你一句 哎 不要着急 先定下心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哎 哎 只不过就是那三千 哎 小佩啊 这个今天天气很好 我们应该出去走一走啊 是不是啊 看我们家老爷啊又满嘴胡说了 小佩啊 不要理他们哦 哎 六嫂 请问今天有什么好吃的 有没有我的饭呢 哎呀 这个死老头啊 不要脸啊 又来我们家蹭饭吃了 那是因为六嫂做的饭很好吃啊 好的 哎 你爱吃啊 我就让你吃一辈子了 哎 那要看啊 黎君的场子能不能在这里开下去 去去去 不讲话 没人拿你当哑巴啊 哎 李董啊 我在财务部接到了一封很奇怪的传证 滕拿电子厂是我们马来西亚最大的供货商 滕拿电子 滕拿电子 我知道 他们的律师昨天专人送来一封信 而且要求我们马上付清欠款 还说以后进货必须用银行的本票来进行交易 怎么 他们现在又传来什么文件 他们通知我们前面的欠款由即日开始还有一百二十天的信用期 除了道歉之外 还正式收回寄给我们的律师信 你看 这封信有吉家集团财务总监和律师的联合署 到了这个时候 还有闲情开这种玩笑 我觉得这不像是开玩笑 我核对过签名 而且我也打电话到腾达问过 他们的财务部说 今天早上 吉家已经把我们的档案调到总公司去了 以后和洪光的所有交易都是由总公司直接负责 后来我又打电话到吉家 找到了他们的财务总监 也问过了这封信确实是真的 还说上午之前会叫他们的营业部总经理 亲自送这封信的正本来 营业部总经理亲自送正本过来 但是我觉得送信是次要的 最主要的是跟你谈供应的零件核心的价钱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我就不知道了 但绝对是好事 可是我觉得似乎太好了一点 我向生产部查过了 腾达所供应的零件正是我们所需要对付美国的那一批零件 其他的我们都可以在中国公司生产 最主要的外壳是台湾做的 那我们可以向台湾订货 那腾达会不会涨价 涨得我们不可能接受 我看还是等谈过了再说吧 但是如果他们要涨价的话 他们根本不可能延长我们的付款期 我看你还是不要这么悲观了 好不好 谢谢大家 也许呢 我们很热乱 我们很吹气 我们都知道 我们这位有点大众 我们很吹爱 我们这位已不开 先来说 我们这位是总共有两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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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帮洪光站起来 我既不需要向公司有所交代 也不是想要什么利益 我告诉你 那笔货的赔款是肯定避免不了的 现在洪光的处境比刚开始创业的时候还要难 可是你老公呢还自命清高 死要面子活受罪 阿忠 外面的风言风语都说你跟荣芳有不同寻常的关系 我不是那种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的人